字幕 李宗盛 歡迎觀看 觀眾大家好 新聞大截註我是主持人 胡中信 我今天找三位 都是國民黨籍人 我們希望針對國民黨的觀點 因為幾天前 我們不是故意不找國民黨 的选情出发 所以三位的代表 具有代表性的国民党人士 第一位前总统执政 赵守博先生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资深媒体的 郑培文小姐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台北司研 李明前先生 大家好 欢迎 我先向大家报告 当然我希望平衡大家 因为事实上 国民党的选情 在各主人码里面 是最诡决 而具有新闻性的 所以我们今天 两段论述 第一段 谈国民党 第二段 会谈一下 比如说怎么解释 民进党定一尊 包括立委辅选的 会有什么结果 当然会谈韩国瑜 跟柯文哲市长的动向 在我正式请教 三位来宾前 请容许我 把我们的节目的主题 来强调 我们当然见过国家认同 我要更强调 我们这个节目 是很重视 司法改革 金融改革 税制改革 党产规定 专心生意 我会是非常坚持 所以每个礼拜 至少有两小时 专谈这五大问题 然后这就是我今天 要谈主题了 到目前为止 应该是蔡总统 连任定于 我是指党内 你看 3月18号 马上就要登记 然后一个月后 马上就要结果 让其他人 坦白讲 一个月是措手不及的 换句话说 民进党党中央 为蔡总统量身打造 第二 我们就接下来谈国民党问题 当然第三势力 柯文哲参选与否 韩国裔市长已经说 不考量 不管目前未来 他都不考量 我认为这种谈话 是蛮有智慧的 不考量 反而还有机会 当然台派陈永兴 新医师建议 郭备宏先生参选 以我了解 应该 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容许我 因为很多人关心这个赵峰案 因为赵峰案昨天开庭 封城封口封闭 我昨天离开法庭上计程车 计程车司机马上说 你是赵峰案开庭吗 他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他每天看我们这个节目 所以向大家报告 因为我不是关心我个人的官司 我要做海啸的预警 海啸 超级金融海啸 这是若可平等 替美国的不管是联邦或地方的金管局 做了平等 有风险 营运法规 资产品质 四项平等 前不久公布了 赵峰纽约分行 最新平等marginal 他有四个平等 两年半前被开罚 不管是地方跟联邦 开罚大概加起来80亿 这次降一等marginal 赵峰金插一旦 我昨天已经把这个报告 呈给这个法官了 而且我还手上还有一叠 赵峰金员工给我的信 都是他们内幕 我说法官你自己平息 最后 这都留有记录 在那个法庭留记录的 最后 我对法官说 向庭上报告 赵峰金员工 透过我向庭上表示 如果张兆顺先生继续欺压 他们的工会 以及欺压他们员工的话 他们准备来我这个节目 公布张兆顺先生 小三的名字 我讲的时候 法官是不可怜的 突然脸变成淘气的阿丹在笑 然后我出来的时候 法警察对我比较赞 我不知道这行为 以言什么意思 请把这句话 送给张兆顺先生 小心一点 水果日报跟周刊 都在跟前 听到 前台水董事长 怎么被逮到的 看着办 这是预警 预告好心跟你说 好心跟你说 好我们来看昨天一场重头戏 重量级人士 王金平院长的宣布参选 总统好 一片总统好的加油声 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穿着灰色西装 召开参选总统记者会 我郑重宣布 参选2020年 中华民国总统 给我四年 我有自信 可以带领大家 实现愿情 让台湾 花光 花热 王金平宣布 只做一届总统 参选记者会选在台北 国际会议中心顶楼 采用露天舞台 以101大楼为背景 营造气势 过去担任立法院长期间 每次重大宣言 必出现的胜利讲台 也换上有竞选logo的新版本 只是天空不作美 不但下着雨 气温更只有12度 被戏称寒流加持 但来自故乡路主的支持者 依然爆量 趁着散穿雨衣 站在场边听 两岸必须终结战争 否则 战争将终结大陆 与台湾 诺贝尔德主曼德拉总统曾经说 想与敌人和平共处 就必须与敌人合作 然后他能成为你的伙伴 王金平诉求两岸和平要跟中国合作 也批评执政党一例一休 老保年金改革失当 对手朱立伦不让专美余钱 先是上广播专访 又去参加网红 宰女小红的直播 不谈政治 只聊夫妻相处直到 还有育儿金 你有问过您夫人后不后悔结婚吗 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孩子都已经生了 又不能再回去 朱立伦还戴上大鼻子胡子眼镜 吸引年轻人注意 吴敦毅同样开始经营IG 开拓青年选票 只是粉丝人数仅仅100多人 随着王金平正式宣布参选总统 来因太阳们明争暗斗 将越来越凶 其实朱立伦市长可以幽默一点 引用马克图恩的话 有学生问马克图恩说 老师我要结婚 请问你的意见 马克图恩说 不管你结婚或不结婚 你都会后悔的 心中有鬼是不是在笑 你看有后悔还不后悔 我不知道你们 表情是最可恶告密者 我公开说我不后悔 表态政治学 正是王院长希望台湾钱赶薄 平经济 但是还有一个日出南方 不是东方变南方 听到吗 可能有变手 有可能 导致韩国瑜市长 我公开说很有智慧 所以也不要低估他 他昨天说目前未来都不考量2020 如果引用秋吉的话 军人在战场只能死一次 政治人物可以死很多次 还不知道呢 好 我们就请三位 因为我今天为什么先谈国民党 因为我不希望找其他党 因为有时候这件事这件问题要 要放下来的 自己国民党的人 因为索伯 我可以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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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叫索伯公 他是所谓的崔台青政策的第一代 少年不太好 他活化石就知道 活化石 活化石 跟昨天的水德公一样都活化石 很多年轻人不知道什么叫崔台青 索伯公来 就从王院长昨天的宣布参选 能不能 你做组合会主委最有资格 等一下还有文传会主委 都是党政大远 来 伯公请 我这样子 王院长是我的好朋友 也是我的童年 我祝福他 不过我首先要讲 就是说 你们都看得很年轻 国民党的候选人 现在应该至少要 非常坚决地表示 第一个 我要捍卫中华民国 当你谈捍卫中华民国的时候 就没有所谓统獨之分 因为你是捍卫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存在 这就没有独跟统的问题了 第二个 一定要努力 跟美国做朋友 但是不要被美国出卖掉 因为美国常常在出卖朋友 不要靠得太近 第三 不要被老共吃掉 这意思就是不要跟他战争 有事好好来谈 我想国民党的候选人 应该站稳三个立场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 可以得到我们选民的认同 王金平先生 长期以来都是在立法院 那么要当总统 也是他的一个志愿 我祝福他 不过他也有一些 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我们之后要各自努力 我非常欣赏 因为我们现在党内 大概有三个候选人 一个他 一个吴主席 一个朱利人 我希望真是兄弟登山 各自努力 但是下面两句话更重要 这个厌赌服输 就是你既然下去了 输了你就要认账了 不要说我只要脱党 第三 最后一点就是要胜则共辅 谁胜利了 我们让他能够得到最后的这个 这个当选 我想这样子才是国民党之福 国民党所需要的 获衔也是这样 因为现在国民党的基层 是非常非常需要 能够把这个挣钱重新拿回来 而且认为2020年机会非常大 我要提醒这三位候选人 这个机会 这个机会稍重即逝 你们的一言一行 不要影响国民党获胜的机会 我觉得党员所看的是 谁能获胜 谁能团结这个党 他就支持谁 那么我就讲 就是说王金平先生 当然他有他的这个优点 但是他特别要努力一点 就是说 他如何去向这个所谓深男的朋友 争取他们的支持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 王金平先生 各地都有朋友 这所谓装脚 但是 如何把装脚变成选票 这是他要努力的重点 我要提醒王金平先生 当年跟马英九 在竞选党主席的时候 好多县市当地 由头原来都来支持他 而且替他造势 办参会 但是投票出来的结果 跟参会不成比例 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何把你各地的这些人脉 变成了支持你的显民 这是我想非常重要的 那朱立伦先生 最近他开始在抛出政策 我觉得抛出政策是台湾的选民非常需要的 他抛出了两岸的政策 我觉得我非常欣赏他讲的就是不要战争 然后两岸怎么样 他所谓要参会中华民国 这个是我非常支持 第二个就是要维护中华或花样中华文化 第三要让中华民主 因为我们都是盐皇子 中华民主 在事实上被人家看得起 而且他对能源政策 他敢站出来讲 我要重启核事 这是一个非常误实的主张 不要忘掉 我们去年的公投 以核仰立 事实上就知道台湾今天 老实讲 如果你没有一点的核的花电的话 台湾马上面临一个非常严重问题 那就缺电 那是要解决问题 你要发展经济 发展人民的生活 就要电 那么吴主席 吴杜玉先 也是多年的老友 事实上我这一生从美国回来 我第一张的选票是投给他的 那时候他竞选台北市的议员 我认识他 因为他跟我都是台中医中的同学 他是我的学弟 他老实讲 去年在他的努力之下 国民党赢了大选 这个功劳是要 大家要给他肯定 而且在2016 国民党大派之后 很多人都不想当党主席的时候 他出来把这个党维持住了 这个也是一个功劳 但是这个形势比人强 就是他的民调始终高不起来 如何突破民调 而且我要提醒吴主席 他是可能做候选人的 当一个可能做候选人的时候 你在中央党部里面的选举规则 跟着选举的作法 你要非常的操然 否则的话 对你的竞选 是非常不利 总之 作为一个国民党员 我希望2020年 国民党能够胜利 但是大家都要努力 但是吴主席说过了 不排除征兆 后来说不排除万分之一的征兆 我就请教吴主席 如果你是总统候选人 你会让 会让征兆韩国裔吗 我看不会吧 所以这句话是 这句话让朱跟王 非常不爽 这句话我认为不是非常适当 因为既然有选举的提名的规则 你就按这个规则来 里面也没有说要征召 而且你留要征召 你说你避免换柱 可是征召就是换柱 不要换柱重言 好 很多观众朋友会说 怎么今天找的三位都是国民党 我公开讲 我这个节目 我这个节目跟国民党 或民进党没关系 我公开讲 他们可以证明 我言论自由绝对自由的 为什么 我要让我们的观众 我知道这一台的大部分观众 是哪一种属性 知彼知己百战百胜 以敌为师 以敌为师 虽然我坦白讲 我敢说至少 其实我的目标是中间选民 如果你们长期观察我这节目 我们是以敌为友 话敌为友 这是佛陀讲 敌人就是老师 其实昨天有一个 我比较觉得跳通 就是王金明院长在政策里面 主张鞭刑 鞭刑是英国殖民者 对马来人 对印尼人的产物 鞭刑好吗 我只比较跳通 我觉得 这怪怪的 我不知道谁出了主意 怎么会谈到鞭刑 提到鞭刑 这是比较奇怪一点 佛陀 我看你也是 看劲 对不对 我常说你是黑头公 你话当年 看破了 看穿的 来请 我刚刚听完赵董事长讲话以后 发现在官场久了 真的讲话是四平八稳 面面俱到 其实说 不得罪人 对对对 然后全部都顾到了 但是我坦白讲 就是说 国民党为了这次 2020总统提名人选 落到现在 其实真的很难看 你如果说 连党主席在那边 从头到尾 七三分 五五分 然后什么 不排除征召 然后全民调排除等等 如果一个党主席 是国民党过去 是党主席 是当然的候选人 可是这次真的出现了 很多太阳 那如果你要参选 公开一点 就跳进去 大家一起公平的投票 谁出来就谁出现 但是他在那边扭力作态 然后还有一群支持他的中常委 跟一些人在那边拍马 我觉得那个乱源 就是在中央党部 这样喔 那个乱源 当然在中央党部 这就很重 对 如果早早就决定 七三开党章上有的话 最近 照那个方式就解决了 最近好像民进党 国民党刚开除一批党员 国民党可怕会用你的言论 国民党没资格开除我 因为 因为你会开除国民党是不是 因为这些烂咖的丑事 我都知道 你讲烂咖 对 很多烂咖 很多烂咖 对 很多烂咖 这个如果党中央应该 你们的那个 口计会开招 就像我现在讲的 国民党中常委 很多都是阿猫阿狗 当年绝对不是这样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好 这一句话爱猫组会抗议 没有 要小心 对 好 另外就是讲这三个候选人 王金平昨天不满大家说 他昨天的那个造势场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然后面面俱到 而且场面也真的很好看 而且他很少这样充满自信的出来 那看完以后 我曾经跟一个媒体人说 我说他这造势很漂亮 真的很好 然后那个人回了我一句说 他当年那个跟马英九 选党主席的时候 造势也很漂亮 所有立委都站在那边 后面一排 那结果选出来 你知道73比27 真的很难看 那王金平最大的缺点 倒不是说他今天说什么 中华民国也好 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 在党内不太容易出现 就像他上次选党主席的原因 是现在更增加了一条太阳花 他当初在太阳花的时候 没有这个当初这个动用警察权 阻止这些学生进去 这是国民党员最大的痛 这是一点 那过去就是说 他为什么上次选党主席 输给马英九 是这么大的输成那样 原因是很多国民党员认为说 他跟李登辉的关系非常好 如果王金平当选党主席的话 李登辉就会班师回朝 这是他失败的最大原因 所以换句话说 他今天这个等于背水一战 因为他已经当了五届的部分区 两届是第一次 后来这个马英九又改了党章 让他再连任两次 朱立伦在2016年又改了一次党章 让他做了一次 所以他做了五任的部分区 那今年不能再讲了吧 而且现在有呼声说 如果吴敦玉不被提名的话 就放在部分区第一名 让吴敦玉做部分区 然后进立法院当龙头 那不是跟王金平的那个角色重复吗 所以我觉得比较困难 那吴敦玉我刚刚讲了 他其实很多人说他公在党国 特别是国民党 他成就也真的不错 也努力了40年 没错 但是他的民调真的拉不起来 很多人评论他就说 这个人真的很不诚恳 讲话也好 就是你看他讲话 好像你压力嘴 可是不是诚心诚意的感觉 所以他的那个 在很多人心目中 那个印象是不好的 那这一次 尤其这次变来变去 这一次 很多人说他又是卡韩 又是卡朱 那又是卡王 搞了半天 他自己出来 出不出得来 我觉得是最大的问题 不管是七三分五五分 我觉得他党员 不会百分之百投给他 党员也不是撒旦 选党主席跟选总统的候选人 是两回事 那另外讲到朱立伦 朱立伦曾经一度 就是说 11月20号选完的时候 他的民调跟 柯文哲差很少 一点多趴跟零点几趴 后来他到美国去 什么学习之旅 然后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然后我曾经笑他 又没声音又没动作 他民调当然就直接滑下去 所以跟柯文哲就差了 很大的距离 那回来以后 大概想清楚了 又重新再来过 当然来不来得及 也要看就是说 他自己的表现 他赶着去上节目也好 什么也好 他过去是不会做这种事 很多人跟我讲 他的缺点就是 他以为他很了不起 很骄傲 其实不能说是要吃个屁 反正就是说你在那个位置上 然后你再看 这样一讲国民党 这好像候选人都不够强了 对但是民进党不见得更强 所以问题在这里 好那比如说他们的差 跟韩国瑜的差点是怎么样 你看韩国瑜跟人家握手 跟发红包的时候 那种温暖的感情 眼神看对方 而且两只手握 而且是弯腰 那朱立伦药还有这些人药都是这样子 不是就握手他看下一个 也不一定看下面 可是他是这样握手 吴敦一也是 完全没有诚恳的感觉 这是他们最大的缺点 要改进 有些政治人物跟我握手 还会这样描一下 对对对 很喜欢这样 这表示我们巴迪巴迪 对其实是很恶劣 这也是密码 然后有的是碰一下 吴敦一也是看到 我是不是我垂一下 我对这一 这也就是我们好朋友 吴敦一先生当选党主席 透过一个朋友打电话 跟我谢谢 谢谢我支持他当选 我一头雾水 我问我 我用党主席 我一句也没说 我总是说 我主席说 你没想到就是支持 我都知道意思 王金平院长 他有见李登辉总统 李登辉总统也叫他选 选那个总统 然后王金平加一句说 只要哪个人去见李总统 都当他选总统 郭北宏也是 柯文哲也是 只有我没有 我敢说 我拜会李总统的时候 他只问我说 他说 我跟我们太太很想问你 你怎么没去做牧师 我说报告总统 我跟你一样 人性多一点 神性少一点 他哈哈大笑 他当然知道我的性格 我们是媒体人 阿燕 我不知道你 因为过去你是文传会主委 是吴主席亲典的 那外面一直认为说 你就是吴主席的 我们不要说 不要说小孩 至少 敌势 敌势比较好听 敌势子弟 你要怎么表态 来 刚 Tayvon姐骂说 党中都烂咖 然后一个又讲敌势 不要说什么咖 我就说 至少我是小咖 我那么谦虚 本来就是 我们是什么咖 文传会是很大的大咖 对啊 部长 等同部长 对 没错 部长 我没得高 部长 我才160几公分 因为我不会再长 没有啦 过去啦 那是过去 中国 在压董的文传会主委 就是豆干肉粽 我知道意思 豆干肉粽 文传会是很大的咖 以前是等同部长 过去啦 而且是两奖的秘书 做完才可以 现在可能坐在乡长 在区长就没办 好啦 你看你们算的大人 我觉得就是说 你们算的大人的事情 对吴主席的批评 有一些外界对他批评 其实吴主席 不认担任行政院长 甚至过去担任立委 其实都用美的炒头牙 有些骂他的 我觉得骂得过头了啦 可是他成就很大 你不要骂 我可是 台边上政治人物 本来就要接受检验嘛 你不要骂 有的觉得 其实如果骂得不公平 譬如说 过去年要选管市顶委时 譬如说新竹县的提名 大家也说 你私心自用啊 量身定做啊 为了谁为了谁 真的就是说 所有国民党去年 赢到15个县市 你没有主席去布局 没有提名 做好这些公正的提名 国民党赢到15席吗 全部都要剋寒流 赢到15席 我过去 去年大概6月之前 我还在党中央 我还在文传会 很多决策会议 我是有参加的 大概去年 上半年 很多开会 只要我参加了会议 大家 我不要讲做困酬成啊 大家都在那儿 由头革命说 后国的薪水要怎样 真的呢 到最后可能到3 4 5月的时候 连这国的薪水都没有 一个月没有3千万 代表不简单 100万美金呢 这是不简单的事情 但是我很好奇是 三千万拿来做什么用的 账单 没有光发薪水 光光党工的薪水 OK 如果说三千万要发薪水 如果说大家笑韩国瑜 一人可以救全党的话 要那么多党工干什么 还是没有 还是我觉得党工 主持台在运作 没有啦 佩芬姐是我们很资深的前辈 很尊敬的前辈 可是现在国民党 跟之前的国民党 完全不一样 譬如说像我们 你说那个主委 过去有孙季 有秘书 现在完全没有 家里都自己开车 如果说全部有 你有什么特资费吗 完全现在都没有 我问大人事情重点 你看好这三个 简单叙述 第一个我觉得 吴主席是这样 如果他民调可以 现在党内的总统 公布的时程是这样 四月公布 五月领表 五月大概 大概出钱办法 这阵子会公布 那如果我认为 吴主席民调有起来的话 我认为他会领表 他就当金 那如果我认为 他民调不够的话 我认为他会想 他会去当金maker 他不会 我觉得 那你们民调有个指标 他自己会去 有智慧去衡量 我公开讲 我猜一下 台湾的民调 我常说 半信半疑 对 民调 就是有人在 某鬼工作坊 公布的时候 叫那种鬼时间 不过我猜一句话 吴主席 以我的了解 他有他一个特殊的管道 去做民调 而他给我显现了 他自己的释放 当然不是他自己做 但是有一些特殊的管道 王金平院长跟我说 他每个礼拜做 自己做 他们民调系统 我都知道 几个学校 包括师大士 几个 所以我认为说 主席绝对 什么所有制度 都为他量身拎做 我外面对于误解 实在太多了 但是说那句 不排除征召 这句 没有 他讲 后来跟主委都很熟悉 没有 我说一下 不排除征召 你制度走之后 制度走之后 他说不排除征召 你对这个主席来说 他要贏嘛 他就是郝山林 他当然郝山林 他也要征召 我问你 有可能啊 不得了 那姚舜乙汤文武周公 没有 所以我觉得说 怎么可能 这边看着 会贏不贏 我都做一个主席 他心里面想的 就只有一个 如果吴敦义 自己成为党内候选 还征召韩国瑜 我说他是姚舜乙汤文武周公 会不会走到征召 机会很小 机会很小 旺文之一 机会很小 很小 而且旺文之一不见得 不妥 对啦 你们大佬说不妥啊 来来来 他家人 别说 作为一个党中央 就是公平公正公开 办完初选就好了嘛 对机程来讲 也没有在港韩 很多嘛 从今年选要开始 11月选完 我到 因为我今天土地公司 我走到外面 我以前差不多 走到十定位 土地公廟 对对 大家刚才我说 证召韩国瑜啊 韩国瑜 他说他没有参加初選嘛 今天就有人跟你说 开始问我 要怎么 要征召韩国瑜吗 这种压力 对党中央会不会形成压力 你初选还要办吗 如果你办的话 你机程就说 韩国瑜不选怎么办 所以就是这样子嘛 选民有两种 投票的话 就是理性跟感性嘛 对感性来讲的话 我觉得蓝军的资责 至少八成到九成 感性的部分 都集中到韩国瑜嘛 那理性的部分 理性选民不是就蓝军 很多是中间选民 如果理性选民 要投票的话 他评估的依据是什么 刚刚赵索伯 大佬说嘛 政策政策 我觉得过去2008年 马英九参选的时候 他提出爱台舌大政策 那蔡英文参选 2016的时候 他也提出很多的政见 包括五大产业创新 那现在国民党 如果是说 要争取这些理性的 中间选民的话 我们提出什么 目前包括王院长 包括吴主席 包括朱立伦 我还没看出 他们提出比较具体 拼经济的方案 这些是未来要去补强的 伊尼芝麻 还没正式进入竞选时期 他们还没提出来 可是我认为说 现在兰军的基层感性有余 理性还有所欠缺 所以这部分还要再补强 好 马歇尔最喜欢讲一句话 将军面对群众是理性的 感情跟情绪 带回去送给老婆就好了 我希望我们政治人物 不要只是感性而已 群众可以 但是领导者要绝对的理性 太理性有时也奇怪 民进党是什么时候 出一口气 应该赶快送台大医院 我听说 有人把重症的病人送到台大医院 说我们要找叶医师 说哪一位叶医师 那个人叫叶克摩 能不能请叶克摩医师 什么时候 民进党要送台大重症病房 要请叶医师 叫克摩 左主席也说这个也怪怪的 意思是说 如果台南先発输 不如回去采集东西 陶渊明 我们台湾说 皮包的款式 太大了 这有到不止气 前行政院长 行政院 秘书长 说这个 公所知识议员 我特别指个现象 这个郭国文先生 只有赖院长 十天每天陪他 赖院长我很奇怪 你穿西装打领带 去公庙也是穿西装打领带 跟人家握手 把西装也打领带 你好像在做中央官 这叫服装的政治学 就像我主持节目 我一定要穿西装 你会看到我穿Polo衫吗 然后特别注意到 没有人喊 赖兴德选总统 后面跟着李里里里里里里 公所知识议员 你看 法官最现实 复联会你看 行政法院马上说要试线 很现实 法官是看方向的 我给你讲 林峰正也告诉他 已经冻结830亿了 但是他也跟我一样 我也败诉 他也败诉 因为1124海啸以后 法官转向了 我公开讲 真的转向了 所以林峰正在我节目说 他说我跟他 无业同舟同舟共济 我们都是当场案的败诉者 因为法官转向了 法官就封相机 蔡总统听说你下礼拜来民事 如果我在这个摄影棚的左上遇到你 我就拿这样 我就问你就好了 然后我请我的制作人现场直播 蔡总统请回答我好吗 八成不信任法官 根本的问题 我公开讲 我要跟许总理院长讲 三省的法官 有些法官先退下来做律师 跟法官交接 在海外开户头 收费 蔡总统自己讲的 一省当化 二省减膜 三省抵抗蜜 这个问题不解决 你们开的施改会议 都是假的 能反驳吗 你们开假的 你们还不如这个 金正跟三十五位 小野人十骂斗 他马上启动 谈判 破级马上启动 这就是国际政治 我相信他有非常资深的 林秋山教授说 他旁边有一群 党国大佬 做他的 政务幕僚 蔡总统 您就自己做决定 才会提出 台日 安保对谈 第二天 河野外相马上给你打脸 这不能谈的 你是出口转念销 好 我们看民进党的 攻守之势意 是不是民进党 出一口气了 来看看 各位贵宾 总统到现场 欢迎大家 民进党通过党初选 时辰的隔天 总统蔡英文 就接见道教团体 毕竟总教票 洞见欢瞻 不可轻忽 而人在美国访问的 桃圳市长 郑文燦 也跨海力挺连任 向前行政院长 赖清德喊话 这个未来 能够 直接参与团队 能够承担更大的责任 来帮助蔡总统 完成非常困难的 连任的目标 民进党现在 就只剩下一口气 只要补选胜利 辅选成功 那我相信2020 全党团结 才有机会胜出 赖清德还是只谈补选 其他的等316选后再说 似乎仍保留参选空间 也让民进党3月18 就开始登记 4月17公告人选的初选时程 被解读由卡赖嫌疑 我们在设定318的时候 没有把这个化成等号 我们只说那个事情结束了 我们现在下一个阶段 党内立委看好 蔡赖能整合一起评2020 再先蔡赖赔声浪 不过桃园市长郑文燦 因为此行访美 潜进白宫 狂拉出一波声势 也使得蔡赖赔不进而走 我没有要选总统 也没有要搭配选副总统 斩钉截铁否认 但郑文燦的高声量 却被国民党桃园市议员 沾将存酸 郑文燦进的白宫不是白宫 只是艾森豪行政大楼 让郑文燦各海返向 白宫的国安会就在那边 那在几年前 朱立伦竞选总统的时候 同样进那个房屋 朱立伦去这个艾森豪大楼 叫做进白宫 那郑文燦去艾森豪大楼 不叫进白宫 高一区回应 郑文燦行情水涨船高 话题只会越来越多 艾森豪大楼是在白宫后面 副总统跟国家顾问 都在那里上班 而且 两栋大楼之间有地下道 我都走过了 所以应该是广义的 广义的 广义的 应该就说 对啦 但是我公开讲 这个没有意义 海水退潮的时候 就知道谁没有穿裤子游泳 至少郑文燦是有穿裤子 只能输得回头 郑文燦看好 他已经应邀要上我节目 谈美国之行 我再问清楚 有没有见到 既然到艾森豪大楼 有没有见到波顿国安顾问 或者副总统问他 导致陈永兴医师建议郭备宏先生参选 那听说下礼拜 蔡英文总统要来民事 我不知道是做什么 那我 我礼拜三问陈永兴医师 陈永兴医师说 蔡英文应该是来 劝禁郭备宏参选总统 然后他 蔡英文自己要退下来 这是陈永兴讲 我这样 我要对蔡总统讲 你这个行为会激怒郭备宏先生 你实在太不了解他 我认识郭备宏先生40年了 你看今天的新闻 公投修法 民进党提党版 要让大选脱钩 这个脱钩叫做郭备宏条款 你明明就是冲着郭备宏来 而且 我对郭备宏先生说 总统府 每天都骂你郭备宏 叫什么当妈 给我下礼拜蔡英文来拜访你 我形容好不好 蔡英文你来民事 叫做鸡给黄鼠狼拜年 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鸡给黄鼠狼拜年 连美国人都说 叹为台湾自由独立 那郭备宏先生只是说我不满你的维持现状 就这样而已 好 伯公请 这样子 刚才你谈了很多司法改革的事情 我作为一个国民 蔡英文总统上台之后 敲楼打鼓 搞那个司改会议 结果我刚刚没提看了 还有那么多人对司法不信任 我非常同意你 司改是失败的 玩假的啦 不是失败 玩假的 台湾 老实讲了 你对这个党产有意见 我非常知道 我也认为不当党产应该处理 但是 今天如果台湾真的要做司法改革的话 就要落实真正的法制 什么叫法制呢 该归司法的就归司法 该归行政的归行政 一个党产委员会 不当党产委员会 既可以自己来调查 又可以来起诉人家 又可以来做决定 前世代没有这样的机构的 难怪这个高等行政法院 所要来实现 因为你侵犯了司法前 你违反了三权分立的 或五权分立的原则 这将不讲说 什么是党产 哪个党产该不该 这个来说 移给国家 这应该由法院来审判 而不是一个行政机构来决定 因为你侵害到 涉及到人民的 这个财产权 那么丽莹讲说 尤其是行政院长说 民进党剩下一口气 就要检讨 去年选举他们大败 他们有没有检讨 好像蔡英文总统说 要从他自己改变 我认为他没有改变 因为他还是很坚持 他以前的做法 2018年11月那次大选 就否定了他很多的政策 这里面包括了 他的所谓不当党产 包括了转型之意 刚才你提到 南非的曼德拉 我非常佩服曼德拉所做的转型之意 转型之意就是什么 他不但要了解这项 但就要促进社会和解 我们看 我们蔡英文总统 所主导的转型之意 这是造成了台湾社会的更加分裂 更加的不团结 这难道是他转型之意的目的吗 所以你要转型之意 你要真正是要做到民众来互相的和谐相处 我做过 我做过228基金会的董事长 其实在国民党时代 在李登月党总统时代 已经在做转型之意了 那个时候对228事变受害的人 已经加以补偿 然后做了一些都恢复名义 而且纪念 当然做的有没有完整 做的是不是很拓彻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已经在做了 那么今天你说调查真相 我认为真相只有一个 不能说换一个党 就换一个真相 这是不对的 当这个时候284变的真相 已经我觉得有一个赖子涵教授 写过一本非常完整的书了 那么今天说大家说 蔡英文说还要再真相 我不晓得他真相有多少 如果真相加上党的意思 那就不是真相 我希望我们的转型正义 能够作对 至于蔡总统的一些政策 包括能源政策 包括其他联金改革 为什么会引起去年 民众的不满呢 有没有检讨 没有检讨 他口口声声说 他当时进行的时候 说我的联金改革 已经做好准备了 可是他做到一半 他做到一半 把公交人员砍了之后 均匀一抗议 稍微改了一下 还有呢 那个最非常危险的警察跟消防 他有没有注意到呢 还有他不是讲说 劳工的年改要改吗 年纪要改吗 他也不敢改了 这就是表示他的改革 他的所谓改革 完全是政治算计 这样子怎么会得到民众的支持 难怪他的民调一直低 所以我奉劝我们民进党的朋友 跟蔡英文总统 如果你民进党要获胜的话 真的要接地气 接地气不是表演 什么做什么音 什么音 这个什么 直播就是接地气 接地气是真正了解民众的需要 真正为台湾人民来奋斗 真正解决台湾人民生活的困难 这才是接地气 出境转型正义委员会 研究员 研究员教授 他辞职了 他在我们节目讲 就是2月28号那里讲 他说 228 以及白色港部很多档案 讨论的时候 再封存30年 真正的真相还要等 228事件100周年才能公布 于是他辞掉 并没有完全公布 是他讲的 大家可以回到228 不知道谁封存 我不知道 就有这回事 我听有听到 我也知道他是 连228的档案都封存 再封30年 那赵峰封存10年 我不认得可以封存 有这回事 这有他讲的 现在的法律也不能封存 那赵峰案封存10年 为什么 我不知道 那很好 封存10年 但是228当时真相 急切是委托一个小组 有赖泽涵教授 赖泽涵教授 他们去写了真相 调查 我是民进党执政 我并不是要做辩论 不要说228 来 请看 这是陈志龙教授做 不是我做的 金管会将整个 赵峰洗钱案封存10年 到2026年 那什么意思 我的官司 北检不回复 北院给北检 北检最后一个光文 三吹事情说 基于国家机密 不能提 基于国家机密 那什么意思 什么叫国家机密 像谁 现在民进党执政 如果是国民党 习近平大可公布 为什么不公布 不要讲228 白色恐怖 连照封案 我们眼前发生 两年半都封存 看到没有 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问得很好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法官第一次审案说 胡先生 我法官 我都想了解真相 是啊 结果呢 好 佩文 我特别要举这本书 这是一本好书 这是UR5被川普总统 被辞职的联邦调局局长 当然他有很多争论 他的确很多 比如说在大选的时候 公布希拉蕊的电邮 但他争论出事是 他从俄罗斯情报局 得到一个秘密 就川普在做生意到 孟斯科住在 立志饭店 就是台北的亚都饭店 立志饭店 他特别住进欧巴马 抗力住的房间 然后找了四五个妓女 在床上撒尿 裸体撒尿 然后川普在那边看 就被拍了 被俄罗斯情报单位拍了 消息辗转 到我帮戴尔奇手里 这个科米 就单独见 川普说 总统有这回事 川普应该是蛮镇定的 但是后续叫他三四四五次来单独说 就问这个问题 你向谁效忠 让他表态 这个科米还是蛮有骨气的 他做过佛务部副部长 他坚持 不向个人效忠 他说要向更高的国家效忠 你看 truth 真理 lice 也叫真实 谎言跟领导力 于是 他拒绝向个人效忠 You are fire 我坦白讲 台湾要找到 不管是在司法系统 检查系统 有像科米这种人物 我用凤毛铃爪来形容 绝不为过 我的经验 虽然有很多数 也是有少数我佩服的 不是多数 但是台湾 司法界人士 请你每天吃钙片好吗 钙片 骨头更硬 来 佩文 好 刚刚讲到这个民进党 其实民进党当初 完全执政的时候 其实蛮多人寄以厚望 认为说换一个政党 看看是不是可以把一些 过去不公不一的事情 把它纠正过来 可是你看蔡英文政府做的 这个不管是党产会 促转会 其实刚刚赵董事长讲了一句 充满政治算计 我这个是我完全同意 比如说 他在这个党产会当初 针对的几个附水组织 那个是不是附水组织 还有待证明 可是他针对那些 我觉得他的政治算计是 只要有钱 有选票的地方 他全部去清算斗争 救国团就是一个 救国团在全省都有分支机构 然后他的组织非常的庞大 赴年会不但在全省有分支机构 而且在国外也有 所以他是妇女整个的组织 那另外就是说 连改 因为那个他觉得那个连改 不管是公教人员 那个选票不是他的军公教 所以他就针对这些组织 那赴年会是不是附水组织 有待证明 陪伴 但是孤元卓英把很多账册都烧掉了 对 这事实 然后孤元卓英烧完跑到美国去 不敢回来 对 这事实 为什么不敢回来 为什么把账册烧掉 对 换句话说就是 他有很多事情应该调查清楚 但是他不是附水组织 你可以去清查他的账目 因为他账目不清楚 但是互联会的前世 我们当初看电影 那个百分之一的税捐来的 也是国库的 对 但是他也有 花出去的也有收进来的 但是要把他账搞清楚 但是你一定要把他挂名说是附水组织 那个是不对的 那个不是国民党的附水组织 我知道你的意思 对 就是说只要有选票 有钱的地方 他们真的 但我可以说互联会跟救党 是党国体制下的延伸出来的 可以吗 可以这样说吗 当然可以 然后比如说国民党 他认为把国民党的财产 把它扣掉以后 国民党就永远翻不了身 事实上 他做的每一件事情 事实上是针对着他的未来 能够延续他的执政 所以你看看他们分官 分官封决的那个程度 每一个位置都去布满的人 然后而且每一个待遇 都是几百万年薪起跳 真的是吃相很难看 那不管怎么样 但是我说 国民党是不是一定就会打赢 这一场仗 未必 我最近就听到很多 国民党人或者支持韩国瑜的 这些群众说 如果2020提名的不是韩国瑜的话 我不去投票 那你要问我 我会觉得不投票就不投票 国民党就继续败亡下去 民进党就继续执政 那最后倒霉的是他们自己 那很多年轻人那个时候 在要投蔡英文的时候 我就这样讲 我说荣华富贵我们都见过 未来是你们自己的 所以你自己决定你的未来 所以换句话说 这些人说如果不是韩国瑜 我就不投票 那没关系 民进党又继续执政 然后你就在被他哀怨 就是怨天尤人 那就是自己自找的 这就是国民党人 刚刚明显讲的理性跟感性 我觉得很多时候 你要真的要投票 投下那一票选一个总统 理性跟感性不能混为一谈 这个政策节目 最怕变成同温存 只有一种声音 我今天邀请三位都是国民党 我未必完全同意他们的话 我公开讲 但是我尊重 我也不想跟他们辩论 因为我是主持人辩论 但这不妥 不妥 这非常不妥 所以我不讲话 不讲话并不表示默认 这个很重要 但是我要向我们观众朋友说 台湾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这我很坚持 我也公开讲 我对大家讲 我这个节目 郭北洋董事长王明毅总 这个常常没有下任何指导器 一通电话都没有 我公开讲没有 有街头都是谈一些行政事务 绝对不会谈内容 我公开讲 我这个节目 绝对不是任何政党 说得不好听 好啊 不可能 我很坚持这一点 阿妍 当然你转战成功 从记者 然后到文常会主委 到施言 我也祝福你 可怕 以后是立委 或部长继续你 来 做一个 应该算转战成功的一个媒体 针对民进党方面 来 做评论 我觉得刚刚在讲党产的事情 国民党现在的情况是 选举真的蛮辛苦 我自己光选一个市议员 我到现在跟银行贷款两次 我现在还欠了180万 真的啊 所以我现在 我现在我们台北市议会 可以跟富邦贷款 所以我每个月 光薪水一进来 就先扣掉3万4 去还贷款 不过这 看一只就感受了 那民党 去年的1.2.4败选之后 我相信 为什么选输 民党来保证 做很多减赌 一定有的 这不可能没做 只说有做检讨 有没有改进或做得到检讨的方向 讲是一回事 有没有做到又是一回事 我觉得这是重点啦 因为过去败选检讨 大家都在做 国民党也在做啊 后来国民党2016也输掉政权嘛 那民党到底能不能就说 找到停损点 我觉得从几个指标来看 第一个 刚刚胡大哥也提到嘛 公投法现在要修法 那你公投法修法 你把他跟总统 把他跟公投跟大选脱钩 脱钩 那你就变成变相的鸟龙公投吗 你公投的投票率已经低啊 没有绑在一起的话 所以这不是跟过去民党在讲说 国民党执政时期 那双二一 门槛很高嘛 鸟龙公投 你民党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 公投门槛要降低吗 尊重人民的投票意志 还是说你执政了就换一套 所以我就说你的执政价值是什么 才是涉及到你的选票嘛 所以所有施政 包括你施政的好坏 政策当然可以做检讨 可是一个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 民党自己要去做调整 所以包括你其他的 包括其他的 包括司法改革这一些 你要让人家见识到 你的执政价值是什么 接下来立法院 还有几个炸弹要拆解了 不是公投法而已哦 还有挺同反同的同分修法 这也是另外一个 比较受到高度争议嘛 那执政核心价值是什么 你到底要选择哪一块 是你的主要的选票的目标 我觉得这是联动的啦 那关键是 这是为什么佐隆泰主席会讲说 保算他如果输费他就要施政 我理由民党现在还是感受到危机感嘛 就是说 当然在野党也不用说 就骄傲说这次补选 我们一定赢或怎么样 可是新北跟台南这两席补选非常关键 那这两席真的是民党真的输费 对民党来讲他还没有停损 代表他2020的选举就危险 那假设这两席民党赢了 那就代表蔡英文总统找到停损点了嘛 所以我觉得316的补选 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指标啦 酬嫌真的很辛苦 因为我把这个 这个评鉴已经昨天交给法官 我确定我的官司一定申诉 为什么 既然比两年半前还降低一点 那一定再开罰嘛 我的官司我娘 然后出来以后我就问我的律师说 我准备对赵峰的法 因为是法人告 所以我要对赵峰金的董监事都告 那我就问这个律师说 我要求这个民事赔偿 因为名誉 精神损失 那这个律师说 你认为你的身价多少 我想一下我身价还不知道怎么讲 要求偿多少 但我想起 有一次那个民进党钱主义 施敏德先生跟我说 他有一阵急着钱要周转 他就走进银行 他说他要贷款 那银行说你怎么保证 他说我没有东西可以做保 但是我人格可以保证嘛 银行给他保多少 200万 人格是可以做保的 信用贷款 信用贷款 没有担保 他说人格做保给他200万 信用贷款 信用贷款 我会考虑看看 我应该至少也有200万身价 所以我可能要对赵豐金 张大帅的董事长 求偿200万新台币 至少比照 至少有个价格嘛 好 用故事做结束 我跟你说 我坦白讲 我当着三位国民党的面将 是不那么礼貌 我一生反国民党 我是去党国威权化的人 你可以讨论我的言讯 但是我觉得民进党 你实在堕落到2.0的国民党 这一点 让我蛮难过的 但陈永兴先生 郭彬勇先生 他们跟我一样 陈茂雄教授说 那个 蔡总统招招手就过来 没有 他写那篇嘛 他变招败猫了 来 招一招 我们还有理想 我们还有未来 我们还有羞耻心 我们还有争议感 名利不适 这样就可以收买的 灵魂是不卖的 谢谢三位 谢谢 谢谢